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在空中来相会 今天我所要传讲的福音节目 是包含了天国福音 耶稣他是救赎主 耶稣他是主宰 耶稣他还要再来 在今天第一集 我所要传讲的分享的是 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 盼望能够帮助各位 更能够认识这位创造神 也希望今天的节目 所提供的讯息 也能够成为你我今天喜乐的来源 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位 宇宙万物的创造主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耶和华上帝 他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 他是自有 有有 慈爱 公义 圣洁 他的智慧全辈 他的作为全能 他是充满丰盛恩典的唯一真神 他更是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 这和我们在世界上 所知道的其他的神明 与他们的作为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来看看这位真神 他的作为是何其的广大 何其的长阔高深 我们来看看从创世纪第一章中所记载的来看 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 神耶和华他用六天来创造宇宙天地和世界的万物 在创世纪这边所说到的 神是以地球为中心开始他的创造事工 第一天我们看见神刚开始创造的光 让地球上面有光有暗 第二天神创造的空气把水分开来了 称天空为窘场 第三天神更是在大海当中浮出了陆地 并且造出了陆地上的各式样的植物 第四天神更安置了天上的日月星辰等光体 不但让宇宙天向按着神所设定的轨道运转不息 也让地球有了白天的太阳 有夜晚的月亮 而地球的四季春夏秋冬 更是按着神所安排的节令 寻传不已 神在第五天更是创造了水中的渔情 和空中的各式样的飞鸟 而且让这些的生物各从其类 滋长繁衍 在第六天神更是创造出 地上各式各样的动物走兽 更是创造了人类 神看着祂所创造的实在是美好 在第七天神完成了所有的创造 神就歇息了 并且定这一天为安息日 在创造这个动词上面 其实它拥有更多的意思 是指的上帝赐给万物的生命 所以祂不但创造地上所有的国物 祂在第六天的时候更用地上的尘土 来创造第一个人类亚当 接着用亚当身上的肋骨来创造夏娃 亚当夏娃于是成为我们人类的始祖 在这边我们稍微地探讨一下 神是如何创造世上的人类 在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这边说到的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照人 使他们管理海流于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照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男照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流于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所以观众朋友们 如此说来 我们在世上所有的生物 所有有生命气息的 都是神所创造的 都是独特的 都是宝贵的 而在各位的生命当中呢 更拥有神龙美的形象 这龙美的形象 是神所亲自赐予给我们的 是那般的圣洁尊贵 所以神 他创造我们的生命气息 乃是跟我们一同分享 他的生命气息 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 这边说到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为的 主治的 执政的 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是靠他而立 而在约然福音的一章一到三节 这边说到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这里圣经所说的 道 道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圣子 圣子耶稣同圣父耶和华和圣灵 一同创造了生命气息 一同创造了宇宙万物 上位一体的真神 他赐给我们生命 这个多么宝贵 多么让我们要在他面前 来献上感恩 所以各位亲爱朋友们 我们知道 宇宙万物跟我们的生命 都是靠唯一的独一的真神 所创立的 所创造而来 然而在两千年以前 神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他却道成肉身 来到的世界上面 他来到的目的是要来拯救我们这些 世上的灵魂 然而我们进步要来思想 神为什么要更加积极的 更加来到世上 要来拯救我们呢 因为在神创造宇宙天地之后 有一些非常高傲的天使 他们起来反叛了上帝 因为这群堕落天使的领袖是撒旦 撒旦就是敌对者 他们开始扰乱了世界 引诱人类犯罪 使人离开了神所设计的美好蓝图 而让整个世界 堕落跟败坏了 下一次我们就接着来谈 世界是怎样堕落与败坏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耶稣基督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主 你是那一位伟大独一的创造主 主要在创造的那日 你与神同工 你就是公师 你就是创物主 上位一体神神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你 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在地上 所享受所有一切的美好 因为神 你乃是按着你的形象 创造了我们 好让我们能够在这地上 能够分享 你所示给我们丰盛的爱 这个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 这样的爱是如何 如此的叫我们 能够更感受到 我们的生命所拥有的 是那般的丰盛和美好 谢谢主 谢谢耶稣基督 谢谢三位一体的真神 如此爱我们 使我们知道 你就是那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 我们献上感谢 如此祷告 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求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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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